石达开为何能让左宗棠也新生未季,一王没落又有哪些传奇经历? 作者 玉中豪 纪瓦努学社青年会会员石达开,1831年到1863年,广西贵县金贵港客家人,是太平天国名将,英功授封一王,一维与一天朝,他一生经历传奇坎坷, 十六岁被洪秀全,冯云山邀约举世,二十岁封王,三十二岁受灵池急刑而从容赴死,左宗棠说他颇以劫人心,求人才为己,不慎父会邪教理说,是贼之宗主,而我所谓记也,中王李秀成,称,诸王之中独服石王,亦为后人所纪念,追忆,石达开雕像石达开意气慷慨,闪伐分明,军事才能极为突出, 1852年,习王肖召会长沙阵亡,太平军被围困长沙城下,行使危殆,石达开率军西渡湘江,多次重挫清军,沿长江东下金陵,为全军所折服1854年在主西征,并于1855年出在湖口,九江两次大战中,利挫湘军,逼得曾国藩投水自尽,曾国藩1853年,太平军定夺天津后,诸王同享太平富贵, 为石达开截身自好,不参与交涉淫义之举,1856年,天津事变爆发,东王杨秀卿被杀,上万部署惨遭逐连,石达开未避免内空,从前线赶回阻止,北王为昌辉认为,石达开天坦东王,意图加害,石达开连夜逃出天津,但家属及部署惨遭杀害,事变后,天朝上下拥待石达开处理朝政,石达开指诸首恶,独扮邪从, 人心迅速安定,并被尊为翼王,但这却引得洪秀全猜忌,无奈之下,石出走天津,另辟根据地,福以天津,石的出走是天平天国人心散乱,元气大伤,这也给予了清军各个击破的机会,咸丰一叫嚣成其内乱,次第薛平。 前锋自此,石达开接连转战十五省,孤军作战,虽偶有战绩,如千至清军,使太平军获得蒲口大捷,三河大捷等,但与全盛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,不下已多有离心离德,走失离散者。 1863年,石达开与强度大渡河,在四川建立根据地,但洪流暴涨,强度不成,在战首巨穷,进退失聚的情况下,石达开苦称越有余,围保全部下,石达开以投降的代价,使四川总督落炳章,放走太平军四千余人,自己则身受临时酷刑而死,民死慈色不卑不亢,不作姚维起怜之语,观者叹为亲男子。 而太平天国也于四年被亲军剿评。 参考文献,一,容声等编写,太平天国革命战争,北京,三连书店,1962年,二张玉拆,石达开专,北京,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2016年,三,王令金,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原因心叹,以实践与理论得理的视角,东方论坛2017年第五期。 四,卫星,民国时期广西地区的太平天国纪念活动,民国研究2017年第一期。